由于长期坐在轮椅上 妈妈的臀部长了五颗褥窗 伤口已经发出了异味 此意志工邀请医师为她做检查 李医师警觉妈妈的情况并不乐观 便建议她马上到医院接受治疗 此季也允诺会支付医疗费用 历经七个月的医治 解决入疮的问题 也完成了结肠切除手术 降低了感染 慈善与医疗的结合 不但按了患者的身心 也再次见证了大爱跨越种族的精神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